而且你看你說你說人道的問題 我們今天還特地派了人去那邊 幫你檢疫陪著那個孩子 這什麼狀況 這個媽媽不跟我們大家說聲道歉 全世界應該沒有像台灣 有這麼方便好用又便宜的健保 全世界真的沒有 那全世界也沒有台灣跟中國之間 有這麼複雜的一個狀況 你沒有看過哪一個國家 比方說你說 美國人說他的祖先是英國人 然後就跑到英國去 結果到英國那邊生了病 說不好意思美國政府你拿藥來給我 當然全世界只有台灣會搞出這種事情 那這個有點麻煩是說 過去長期以來 不論是國內政治的這種立場 或者甚至最大的麻煩是 長期以來國內有人跟中國政府的唱賀 那大家這樣講了半天 好像那邊非常好 我必須說大家回頭去看 最近這段時間 因為中國的疫情太糟了 所以開始讓台灣很多人 過去即使是支持中國的 認為中國很美好的 都開始不得不承認說 其實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 可是其實你去看過去這十年來的報導 都會說什麼 中國在要企 中國發展得非常好 想賺錢的話就要去冒險 去那邊開醫院等等 其實這次大家沒有特別提到台商醫院 過去十年非常多去那邊投資 對 尤其是湖北更多 是啊 那你到那邊投資的這些醫院 現在是什麼狀況 對 我們的台商醫院在那邊理論上跟邏輯上 就是中國政府特許你來這邊開嘛 你如果沒有這個特許 你是不能這樣開的嘛 開了之後你是照顧當地人還是照顧台商呢 對 那如果當初這些醫院的目的是在那邊照顧台商 那現在照顧到哪裡去了呢 賺錢的時候你沒有這麼說啊 賺錢的時候你都覺得好像我很應該 我很厲害 我敢冒險 現在為什麼一句話都不講 那當然我們不好去責怪說 誰在這裡要道歉啦 那個是kimoji啦 怎麼不好責怪 他們講台灣越來越亂 我們到底是哪裡亂啊 這就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國內一直有這種狀況是 你無窮盡的在 尤其是醫療資源或者是社會福利資源 你不斷的給 可是有很多人是一邊拿這個資源 一邊對於國家他還是 這個趾高氣揚的說 就是你覺得你不夠好 我隨時要跑掉 這真的是忘恩負義 那我補充一下 剛剛提到的這個健保 健保當然很麻煩是你 你健保他有一點 他叫做保險 可是他其實已經不純然是保險 他有社會福利的精神在裡頭 那當然站在有一個邏輯是這樣 我們希望在這個國家裡面 居住一段時間 就你要長期居住的人 我當然希望你納入這個保險 因為你如果 比方說你在這個國家 沒有這個醫療保險 你突然生了重病 這個醫院到底要不要治療你 就治療你之後變呆帳啊 因為你可能舉家無故 無親無故在這邊 那這個錢沒有人付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大家一起在這個社會裡面 盡一個社會 大家社會跟醫療保險的責任 要做這個動作 問題是說 第一你很難對於有這個 國籍的人去做道德上的處理 我知道除了就是這一次的 這個中配之外還有幾個 過去也是常常在媒體上面 對台灣真的是沒有一句好話 然後對台灣人甚至是 對台灣是非常輕蔑 然後他就也擺明了說 我回來台灣只是要用健保 我用完就要回去了 很多這種人嘛 尤其是藝人 有什麼心願要蝴蝶夢 對啊那我們就很難說 那問是他是有中華民國國籍 提到他名字我就覺得可恥 就是不是很想講 那你有這個國籍 我們國家你很難去說 有一個法律去要求說 你這個人塑形不端 我不讓你用健保治療 這個很困難處理啦 但是有一個是我們 我在上一屆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在處理一個事情 是健保的所謂停保退保 那我們有個東西就是說 一個是我們很少是有所謂的退保 但是你可以暫時停保 那有一些人他真的說實在 你說你有中華民國國籍 然後我人雖然在國外 可是我一直都有繳健保費 我偶爾還有回這個國家一下 這個狀況大概很難跟你停保啦 可是有一些人是說 我要出去一陣子 我就先停保了 停保了之後呢 我一回來我就馬上復保 復保之後馬上把所有 可以用的醫療全部用完 然後用完之後拍拍屁股 我又要停保又出去了 這一塊停復保 我們是有討論過說 是不是在停復保條件裡面 設的嚴格一點 不要說回來只是為了用健保 然後我這個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有一條件是 你要在台灣居住一段時間 所以是不是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討論是 你如果長期沒有住在這裡 雖然你有國籍 可是你已經比方說 一年在這個國家 待不到180天 那是不是像這樣子 我們可以強勢停保 就是說 然後你停保之後你回來 你要重新付保的條件跟門檻 再稍微嚴格一點 不要讓大家把健保當成是一個 像去便利商店買一罐水 然後順便上個廁所一樣的東西 這個是我們所有醫療人員的血汗的一個成就才做出來的事情 這個案例肯定他一定是在兩岸都很有辦法的 對應該是嘛 很多觀眾朋友可能會以為說他們是趁著今天這個24號的中午11點半的時候 武漢有發布說現在解除了變成半封城狀態 外地來的人和符合條件的人可以出去 然後結果過了大概四個小時左右 然後在下午3點的時候他又發布說 11點半的通告是搞錯了啦 我們武漢還是要封城 那很多人可能會以為說這對親子他是趁著這個封城的城門打開一點的時候溜出來的 但其實不是啦 因為他昨天23號晚間他就上路了 他23號晚間的時候他就開高速公路車離開湖北了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如果他不是有辦法的人 怎麼可能會這樣做 怎麼可能是這樣子 就算他不是說什麼內線啊 先知道隔天會有這個所謂稍微解禁的這個 也是非常有辦法成功安排說這種三更半夜的時候可以開車離開湖北 去別的城市搭機回來台灣 所以他其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種非常的窮苦 然後家裡又有這個所謂慢性病患的這個形象 其實他是一個長期來往兩岸之間 然後兩邊都很吃得開都很有辦法 然後兩邊的資源都拿的這件事情 當然因為現在他們都有這個國籍嘛 那說實在的一個國家一個社會 他本來就有責任照顧他的人民 不分他的性別不分他政黨傾向 這個是我們自己要承擔的 沒錯 可是我也必須要說 今天國家的資源是所有納稅人累積出來的 也就是我們在座的各位還有所有在看節目的觀眾朋友 大家一起累積出來的 就是我們在座的各位還有所有在看節目的觀眾朋友 大家一起累積出來的 所以如果說今天有一個人他在我們台灣的時候要求要享盡一切的權利 我是台灣人我有這個身份證我就享有所有台灣人的權利 那我這個也要那個也要拿 然後呢而且我甚至呢還要比一般人更高級的待遇 但是他卻不想要付對我們這個台灣社會的忠誠義務的話 那長久下來一定會出問題 人是互相的嘛 你總不可能說你要求我對你像是家人一樣 結果你對我像是外人一樣 這樣子的關係是不可能會長久 所以今天這個案例發生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呢 今天這位他來台灣要求所有權利的時候他都要最高規格 他甚至要求我們的政府說不管3721我就是要你包機來 900多個人載回去 他甚至不會去看看說奇怪按照藤兵我們去接鑽石公主號那樣的時候 不是也可以嗎 華航過去然後所有人全部都已經防護好了再回來啊 那其中現在我們沒辦法去武漢這樣接的原因是中共從中作梗嘛 可是他完全不管 就要求我們台灣負起百分之百的責任 所有的責任都要由台灣人來承擔 但是呢當我們要求他說 你好歹也表現一下對我們台灣社會的忠誠吧 的時候我們感受到的是 他說哎呀這個台灣的牛奶也比較不好喝 台灣的麵也比較不好吃 台灣的政府也是無能就是爛 對 那這樣子的事情 怎麼可能說一個民主國家的社會 大家歡喜甘願 對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大家像一家人一樣生活在這裡 那彼此互相對待就要像家人嘛 對 就是說我當你如家人你當我當外人 那這個東西 長久下來其實他會讓我們台灣人會覺得我們社會福利乾脆越緊縮好啦 反正呢我把這個福利都放寬了之後 結果我沒有換到你對我們這個社會的忠誠嘛 我覺得這個是所謂的移民社會本身在思考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啊 第二個就是其實現在他們用腳投票嘛 嘴巴上再怎麼講說中國最棒 但是只要逮到機會還是一定要回來 為什麼一定要回來呢 因為台灣安全 人民有沒有錢不知道 台灣真的安全 這裡有一個這個網路上大家貼出來 上海好事多 這個他們每天說要打倒美帝打倒美帝 但是美帝來的時候每個人都去排隊 去這個朝拜美帝 那在這上面你可以看到 上海好事多的這整個就是一個大型的群聚嘛 已經有社區感染還在群聚喔 而且在這個群聚裡面呢 這個新聞報導說 他只有這個進門的時候看你有沒有戴口罩 然後兩個體溫 結果進去賣場之後 一堆人把口罩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呢 你又在那邊選商品 這邊摸商品嘛 這個也摸那個也摸 這很顯然就是一個 非常適合傳播武漢這個肺炎病毒的一個場域嘛 這是上海都這樣大都市都這樣 那你可以想像的鄉村的狀況是怎麼樣